原文会第三届董事监察人领选作业 近来在原住民族社会引起热烈讨论 一手大学原民院长台邦莎莎乐 在平面媒体投稿指出 原文会董事会已经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交锋舞台 更是政党赏赐和仇用位子 因此台邦莎莎乐建议制定原住民族电视法 保障原始制播公共性跟独立性 避免政治力介入特定节目以及节目内容 针对学者提议原文会工会也表达支持制定原始专法 可以让原民台制播更为独立 在除此之外才能够秉除这个政治力的干预 包括从人事上面从节目的制作上面 原文会执行长劳莎古兴强调 原文会从103年开始成立原住民族传播法制 推动工作小组 去年底也已经通过今年韩宋 原民会备查希望保障原始制播跟营运自主 另外台邦莎莎乐也提出原文会跟原始之间任务分工应该要有明确分界才不至于影响原始媒体自主性 对此劳莎古兴回应 原文会早在102年至今陆续签订新闻节目制播准则 以及新闻节目自主公约保障新闻制播专业自主 原民台的定位他就是一个为族群服务的公共媒体 那当然很多人会质疑说 那你原来原文会的业务 例如说办一些文化艺术活动 这样的活动是不是原民台一定要去采访 其实没有 我们会尊重新闻市的远卓 因为毕竟经营团队跟新闻部签订了一个新闻制播自主公约 即便是基金会办的活动 或是电视台办的活动 我不能去要求采访组长或是新闻部经理说 这个活动你一定要来采访 另外针对政治力干预部分 老挖股心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电视台 回到原住民族社会提出原文会董监事名单 或许才有可能降低争议 原是要摆脱政治力介入 保障经营独立自主 各界期待新政府上任后 应该要努力改善目标之一 从制度面上让原住民族电视台打造成更为干净媒体空间 接着我们徐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 观看 听说 解 解